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古董车,新兴能源,轻能燃料车,会飞的汽车 11月10日,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,汽车展商们向观众展示了汽车的前世和未来 本届进博会的汽车展区上,新增了老爷车展位 参展的五辆古董车构成的前世之旅,成为参观进博会的独特体验 其中,出产于上世纪30年代的德拉哈耶135M杜博斯成为该批古董车中价值最高的展品 价值达325万美元 该展台负责人告诉记者,他非常看好中国市场,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古董车的魅力 零污染,充电三分钟便可以开700多公里的氢燃料汽车技术成为了数位汽车展商的展示核心 这些技术即将在未来运用在量产汽车上 首先呢,他装载的是氢燃料电池系统,零污染 第二个呢,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紧凑性呢,他可以把这个发动机的设计空间的最大化的让步给这个驾驶舱 不仅是零污染,氢燃料汽车还可以充当移动空气净化器,大型充电宝 丰田汽车展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展台推出的氢燃料汽车接上外部电源转接器,就可以使用电饭堡烧饭烧烤等 还可以供应全家三天用电 吸进来的空气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天气不好,会有一些PM2.5或者一些小颗粒在里面 但它通过它的过滤之后呢,它排出去的空气是更加干净的空气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成一台移动的这个空气净化器 只要加上普通汽油就可以实现路空两用的明星展品 飞行汽车今年也亮相了进博会 据展台负责人介绍,与去年参加进博会带来的飞行汽车模型不同 今年的汽车是一辆真正的产品 这些人们梦想中的作家预计近两年走进现实对外销售 从制度上去年那个是个模型 今年这架飞机是真正飞上天的 是真正实现腾飞的一架汽车飞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